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瑩 香港今天繼續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強烈季後風訊號是現證生效 如是今天初時我們的風勢還會是多大 不過隨著季後風的緩和 偶爾我們的風勢都會是小一點 一起看看今早6點多時時各區的氣溫 在大風下各區的氣溫都比較平均 普遍是在20度至22度之間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 珠光口附近的雲層比起昨天來說已經薄了很多 如是今天日間的時候我們都會見到陽光 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大至多雲 初時會有一兩陣的微雨 另外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到大約25度 風勢方面是吹和換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會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一兩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隨著東北桂口風補充的抵達 一兩日的早上天氣會比較涼 另外去到星期初的時候 東北桂口風會增強 到時我們的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大家記住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 再見